这集的主题是版面配置 开始哦 首先是版面设定 在直书横数中 你可以调整文件的方向 在边界这里 可以选择文件中文字的缓行边界 方向这边可以改变文件的方向 大小的话是调整纸张的大小 这样在列印时就不需要多做设定咯 接着是蓝 蓝的意思是将文字分成小段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做选择 也可以进到其他栏做进阶的设定 进到其他栏之后 你会看到上面这里 是刚刚工具列中的选项 如果这里都不是你要的 你也可以在下面这里 调整你要的栏数 这边则是调整宽度及间距 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 我们只能调整第一栏的部分 这是因为 我们勾选了下面这个相等栏宽 取消勾选后 就可以调整每一栏的宽度及间距咯 分格设定是调整分格符号的功能 行号的功能 是在文件中的左方 要是行号 下面这边 还有更多的设定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做调整 最后是断字 这是调整换行位置的功能 接着这是稿纸 稿纸就是自己做稿纸的意思嘛 你可以在这边 调整详细的内容 因为这个功能不太常使用 我们也不多做介绍咯 接下来是段落 缩排是向后缩格的意思 你可以在这里调整要缩几个字元 也可以使用Tab键来缩排 间距中分为前后 前是与前段的距离 后则是与后段的距离 我们现在开另外一个档案来做排列 位置是调整文字方块的位置 文绕图则是调整文字方块的性质 上移跟下移是排列文字方块的次序 而选举窗格呢 则是用文字的方式显示你要的文字方块 对齐是调整文字方块的对齐方式 群组则是将多个文字方块组合在一起 这样可以方便一次移动许多的文字方块 旋转过名思义就是旋转 你可以在下面选择旋转的细节 好的 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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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